最近,迪奥官宣了金星为真我女士香水的代言,小编以为在代言之前有人会疑问,金星和迪奥搭吗?可没想到,迪奥官宣消息一放出来的时候,大家却纷纷留言表示,你终于选对人了。 没有人质疑金星与迪奥搭配度,并且在金星的宣传短片中,收到的全是大家的夸赞,热度也是前所未有的高。 在迪奥官方账号上,金星的这则视频播放量突破新高,高达34.6万,吊打赵丽颖,Angela Baby,刘雨昕等流量女星。 为什么金星能得到大家如此一致的夸赞和关注呢?或许是因为真我这个词,没人能比金星更合适了吧。 不管是身为一个出色的舞蹈家,艺术家,还是主持人,他都展现了自己最真实果敢的一面。 而他的传奇经历,离婚,变性,嫁人,更是给他贴上了针和感的标签。 虽然一路走来,他遭受了很多的质疑乃至鄙视,也受尽了很多的苦头,但他终究是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和实力, 让曾经怀疑过他,面试过他的人都开始由衷地敬佩他。 而如今实现了逆风翻盘的他,也成功地活出了自己的色彩。 金星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很喜欢跳舞。 在他九岁的时候,部队文工团招募新兵,喜欢跳舞的金星很想加入, 可却遭到了母亲的反对。 可金星从小就是个极有逐渐有坚定的人, 反抗不过母亲,他就绝世抗议,又不过他的母亲只好妥协。 就这样,九岁的金星成了文工团最小的兵。 练舞是一件极其累且辛苦的事情, 每天必备的压腿、扳腿等基本功,都是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 可为了热爱的舞蹈,金星却从不抱怨, 不管多苦多累,他都咬牙坚持了下来。 而正是如此刻苦的训练,才断就了他如此优越的成绩。 十二岁,他就考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 十八岁,他独创男子族歼舞, 在首届中国舞桃李杯少年组龙获第一名, 并获得了赴法国演出的机会。 随后几年,他凭借优越的成绩获奖武术, 让他成了一个在舞蹈界冉冉升起的起明星。 1988年,他所在的舞团里有一个赴美学习的名额, 出国名额确定下来, 他终于能如愿地去到美国锦绣现代舞。 但独自一人远赴国外学习, 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会讲英语的他,根本听不懂老师讲的课。 为了不错过学习,他只好去餐馆,酒吧打工, 去那里学习最地道的英语。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学习步入正轨后, 他渐渐地取得了一些很好的成绩。 一年后,他不仅成为了美国国际舞蹈界的首席编舞, 还凭借自己的自创编舞《伴梦》, 荣获了美国舞蹈节最佳编舞奖。 倘若按照这个步骤, 金星留在美国发展, 他的前途必将无可限量。 而后来, 他也确实与他的第一任太太肯波林结婚, 打算长留美国。 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不仅打破了他的节奏, 更是彻底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 1991年, 已经声名大叫的金星, 成了很多舞者形容羡慕的对象。 可当他被邀请到意大利电视台进行舞蹈编盘时, 偶然的一个意外, 却让他从一个万人敬佩的舞者, 变成了一个万人面世的对象。 在这里, 他遇到了一位很漂亮性感的女主持人, 令惊心意外的是, 这位女主持竟是一位变性人。 这件事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 也在很大程度上给了他某些驱使。 在他28岁这一年, 他终于鼓起勇气走进了北京香山医院, 进行变性手术。 他终于达成了自己的夙愿, 可没想到, 随之而来的还有一个致命的打击。 在长达16小时的手术过程中, 因为护士的粗心, 导致他的左腿肌肉到脚趾间神经全部坏死, 造成的后果别说跳舞了, 就连正常的行走都是个问题。 金星不是轻易放弃的人, 他认为这只是老天对他的考验, 于是收拾好心情后, 他开始走上了艰苦而又漫长的复健之路。 在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中, 金星不仅能站起来走路了, 他还重新回到了舞台上。 这是他手术后第一次站上舞台, 他也一袭红衣, 跳着那首自己自创的《半梦》。 跳完最后一个动作后, 他的眼泪就忍不住流下来, 他说,我的动作表现比任何时候都强烈, 我跟生活讨回了一份自由。 对于金星来说, 他的人生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 可下面等着他的永远有一个更大的难关。 这次的难关不是身体上的, 而是精神和心理上的。 在他跳完舞蹈《半梦》之后, 大家关注的不是他的舞蹈表现, 而是他的性别。 他不惧怕人言, 始终真实地做自己。 他开始按照自己的节奏, 肆意张扬地活着。 2000年, 他辞掉了舞团里人人羡慕的职业, 创办了自己的现代舞团。 在完成了自己的舞蹈理想的同时, 他也不忘专注自己的生活。 2005年, 他与德国男友汉斯结婚, 两人共同抚养着收养的三个孩子, 一家五口生活非常幸福美满。 后来, 他陆续参加综艺《妈妈咪呀》、 《金星秀》等, 他成了敢说、 毒舌的代名词。 凭借自己专业的点评 与犀利果敢的话语, 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喜欢他的人。 如今, 54岁的他活得独立、 真实、 果敢、 肆意、 又追求。 在人生这条道路上, 他早已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 要去向哪里, 所以他的每一步都走得那么坚定, 那么果敢。 这样的他不禁让我想起他的那句宣言, 女人是一本书, 薄厚不重要, 深浅也不重要, 其实每个人都是独立成篇的, 我希望每个人都活出自己的色彩来。 现在的他, 有足够的底气说这句话, 也有足够的底气去将过去的质疑都打破。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